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探猴赛蕾每周三准时更新 我是你们正义的小天使 猴镜探 经常看电视的小伙伴肯定知道 那么近年来的电视剧市场可谓是非常的热 明星阵容也是越来越强大了 不仅当红的小花小鲜肉 比如猴哥出现了这个微能力者 就连一些当红的电影明星 比如我们的赵薇啊范妍呢 都是跑回来演电视剧了 虽然网友们经常吐槽啊 说哎呦那部剧好烂啊 哎呦另外一部剧好拉眼睛啊 但是随着这个IP的大热呢 高投资高质量的优秀电视剧 肯定也是会越来越多的啊 好了那么今天呢就跟着老师姐猴哥 一起来看一看2017年 都有哪一些值得期待的电视剧吧 啊快降车吧来不及了 第一部如意传 如意传是甄嬛传的作者 刘剑子的又一丽作 讲述的是乾隆继位之后呢 甄嬛成为了皇太后 乾隆后宫嫔妃 清英高夕月 以及高茶室皇后之间的明争暗斗 虽说和甄嬛传是同一作者啊 三故事脉络如此雷同 能复超越前者也是个未知数啊 别的不说啊 甄嬛传的表情包呢 已经是单独的爆表了 只能期待咱们的老干部和逊哥 能够给点利啊 起码要对得起那1.51的片酬啊 不过从编画上来看 演员们还是演技在线的 而且还有张峰毅这样的实力派作战 加上精致的美术布景 如意传当之无愧是猴哥2017年 最期待的电视剧了 虽然作为看过原著的猴哥来说 迅哥确实是不太适合演如意啊 毕竟原著里如意才是20出头的妙龄少女 迅哥怎么说 都是四十有二了呀 第二部 则天记 则天记从立项开始就已经进入了猴哥的法眼了 因为这是屋里寒寒第一次出演的电视剧啊 不过这珍惜的第一次可苦罗和他搭档的鼓励大家了 本来自身呢就是一朝黑的体质 而且还要拿陆寒的影评出文 真的是被骂的就是一脸懵逼啊 而作为玄幻剧 则天记在2017年更是有一个强劲的对手 同为玄幻大IP的武动乾坤 而这两部剧呢都是男主戏 自然而然会看作是两大鲜肉 陆寒跟羊羊之间的大美拼了 哎呦我的天呐 这鹿羊大战貌似比剧情更吸引人啊 第三部欢乐送二 第一季的高收视高口碑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啊 能五朵金花携手上春晚也真是没谁了 而第二季的故事呢也是延续了第一季的剧情 继续讲述五朵金花的故事 这样原版人马的制作和演出保证了剧的品质 据说虎哥呢还是会有情加盟的 在里面出演一个富二代 还可能会和蒋心扮演的樊胜美有感情纠葛呢 虎哥可是很期待明家三兄弟的合体了呀 而且在古装剧罢评的2017年呢 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现代剧 真的能够拯救一下神秘疲劳的眼球啊 哎呀 真的不愧是好剧扎堆的2017年啊 这三部剧从阵容排场到资金的投入 真的是一点都比电影差呀 怪不得那么多电影明星要回来拍电视剧了 虽然拍一部30集的电视剧呢 平均需要70到90天 而电影呢只需要40天到60天啊 但是电视剧的片酬确实比电影高的呀 说真的啊 马达达蒙这种好莱坞级别的男神啊 拍长城的时候片酬只有2000万美金 换存在人民币呢也就只有1.3亿左右 对吧 可相而知啊 咱们这个电视剧市场就多能赚钱呢 说了这么多啊 各位官人对刚刚推荐的这三部电视剧有没有满意的 不不满意 不满意也没关系啊 我们换一批 咱们还有其他的 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四部 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 这个大IP除了翻拍的电视剧版电影版 看完三生三世呢也开始筹备网剧版了 不过先不说网剧版啊 这次剧版和电影版的对比呢就是很有看透了 因为大秘密跟刘亦菲分配担任了两个版本的女主角 这十年三次装角色 这是孽缘呢我说 从第一次装角聂小倩 再后来先见系列里分配跟胡哥搭档组CP 这两人呢就一直被拿了对比了 虽然说刘亦菲先制十足 让网友们感叹美得不像话 但大秘密活不可爱的人设可是一点也不输啊 这次的正面PK想必会引起一场血雨腥风啊 为了在PK中不占下风啊 咱们的大秘密使出了三摔手机这一招 成功地指导了话题 在电视剧抢热搜上闲下逃朝 这蛇气为人的精神果然是咱们的大秘密 佩服啊 最后一步 孤方不自赏 好吧好吧 这部剧呢本来是在猴哥最期待的剧名名单排行里的 但是 就算你有盛世美颜和水汪汪的大眼睛 也掩盖不了那些稍爆微博的劣质抠图 尴尬的霸道台词和生死导国大片的接吻这众多相思啊 而且剧情也是让猴哥看得原理无理的 BABY扮演的白静庭在前十集里基本就是被男主找到 然后逃跑 然后又被叫到 然后又逃跑了死循环呢 看这段的时候 猴哥脑海里直想取了这句话 你追我 如果你知道我 我就让你嘿嘿嘿 这么多GG尴尬的剧情可真的是苦了当时正在怀孕的BABY了 这个不过BABY呢 现在已经在香港顺利的生下了BABY 想到明哥是左手抱着BABY 右手也抱着BABY 脸上仿佛荡漾出BABY一样纯正的笑 猴哥就觉得很幸福呀 哎我去呀 这搞的谁写的啊 鲁蛋 鲁蛋是不是你写的啊 你把爹绕死了 绕死爹了 不过话说回来啊 猴哥的这趟车开的是不是够稳的啊 推荐的这一部剧还可以吧 不过如果你有更好的推荐呢 就欢迎来微信权里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 明哥诗圈 醒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哭 明明做过的题却总是想不起来 我说过这里来世再也不考试呢 这个该不会 请问你是 没错我是专业代考 专业代考 王子 到 不定期和住在大学的王子替换身份 代他考试 反正老师又认不出 凭我的作弊技术这点实题不算什么 来 赶快开始来 突然跑来找他 会不会被人发现呢 英语四季 他能应付的吗 大东军 那个 定金 宝果 那个 你的专保证 借助我 各位请看 太阳黑子爆发 地球网络将会受到影响 消失了 怎么可能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这个男人 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什么地方 我都一定会找到你 我能确信 如果我们相遇 肯定一眼就能认出彼此 好 好 重要的人 绝不能忘记的人 重要的人 绝不能碰见的人 一直在寻找的 逃避的 某个人 你别逃 哥 又到了独评论 送红包的环节了 这可是猴年最后的红包了 看看谁有这么好的运气 第一位 什么rap或者说 何云里的那个人是谁 怎么可能是现在GillyGacy的猴哥呢 我说 你这一看就不是我的死忠粉 这何云就在猴哥的微博里 赶快就关注猴哥的微博 在这里了 雷露梅 CG说 好名字 猴哥还挺像王自贱的 我说 你这是后期在搞私情啊 明明王自贱有那么多张图片 你就非要找一张最像我的 你这是不是带节奏 我跟你说 你的年终奖也没有了 第三位 裴轩丽说 你李裴轩就李裴轩 裴轩丽是什么 还说英文 Oh my god 还说英文 后期小妹是猴赛蕾最大的看点 后期小妹好看是吧 那以后就后期小妹主持好不好 我走 还不行吗 我走 不要拦我 不要拦我 别 别拦 第四位 参参悟说 现在大家都喜欢说英文了 是吧 猴哥抖鸡灵 比看八卦有意思 你们都看看 都看看 这才是 特别是刚刚发评论的那几位 这才是我的死忠粉 这才是拿红包的正确姿势 还有我们这里拿红包 好了 这期居然这样 这期就是这样了 拜拜 舌头一年没捋织 最后一期也没有捋织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我是白平凌 是名普通玩家 今天我要通关的是一款最新推出的史诗集业游大作 孤方不自赏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新手孙 这也太破了吧 咦 全面的精光好妖艳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全服第一 从我看他第一眼球就知道 他也套路我 旗子如我早已探传了这一切 放心吧 我会打败你的 我不觉得 我们之前好像在南京了吗 如此雅致的美景 将军居然用这样的开场来 是不是俗了点 没想到他恼羞成怒之下 决定要把我囚禁起来 我可是一个要成全服第一的女人 怎么能浪费时间在这谈情说爱呢 excuse me 这什么破道对 如果你不杀了我 我就一定会娶你 没关系 幸好我留了后手 来 看我的厉害 大剑喜俗 这是我要为夫君亲手穿上的素衣 我就不幸这次我整个自己都想要你 为什么中毒的人是我 要有意思 我突然有点喜欢你这种不自量力的反抗 很快他又想出了新华招 说要送我一件礼物 我想看看那双鞋 王爷真是好眼光 去去一双绣花鞋就想套路我 我就免为亲男的收下了 穿上鸡品装备就是不一样 逃路 不快 站住 王爷 你放手 我没有资格当你的王妃 我可是一个要成全服第一的女人 我去 不会真的被我捅死了吧 我可不想被鸿鸣啊 要是你以后都这么乖 我倒是宁愿被你多刺激减 得了吧你 猫舍都没有 还想撑老家豆腐 现在这人都这么倒M吗 怎么办 突然有点小感动 但我还是不会想土豪实力吹服的 我可是一个要成全服第一的女人 哪有这么多时间谈情说爱呢 要不 我们换个方法 还有什么方法 还是女人更懂女人需要什么 走 参见王爷 我想给他送个礼物 亲爱的 我帮你搞到了全服顶级套装 这个实在太合我心意了 这个也好喜欢 我叫白平凌 我的梦想只成为全服第一 我在游戏里遇到一个一言不合 就给我买买买的妥号 今天她说要给我个惊喜 诶 这么快就到结婚这一步了吗 我们现在最多只算是个普通朋友吧 这里都是全服最顶级稀有的装备 希望白小姐喜欢 难道装备山城是她家开的 行跳好快 难道这是爱的感觉啊 友谊的小船见鬼是吧 让我们登上爱情的巨轮 诶 当不了全服第一 做全服第一的夫人也不错 想做全服第一来找我呀 不说了我要去维品阁买买买了 这个大佬我当定了